当即社会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很多老年人经常做出令人不齿的事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他们都是坏老人 那么到底是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 近日一个大妈闲着无聊 拿着钥匙绕着奔驰车划了一圈 为何大妈会做出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事 难道两人之间有什么天大的矛盾吗 我们一起往下看 近日一段大妈划伤奔驰后跪地求饶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不少舆论 令网友们又气愤又无语 从视频画面来看 一位身穿花点外套的大妈 闲着没事拿出自己的钥匙 悠闲的绕着奔驰车划了一大圈 就在她沉浸在自己的杰作时 没想到车门突然打开 原来奔驰车主正在车里玩手机 这位大妈当场就被抓了个正着 当看到车里的友人之后 大妈也是吓了一大跳 看见车主报警后 他立刻跪地求饶 随后又不停地磕头认错 哭求着说自己没钱赔 没招他没惹他 好好的拿个钥匙在我车上划了一圈 奶奶奶奶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说什么 但是公家来处理 110来处理 您这种是素质问题 知道吗 据奔驰车主所述 他当时在等朋友就坐在车上买手机 忽然听见有滑金属的声音 随即就发现有一位大妈 居然拿钥匙载滑自己的车 并且绕着车滑了一大圈 看见自己的车被人用钥匙 也滑狠 这隔水身上水不升起 而奔驰车主也是明显 被这位大妈给激怒了 但他却依然保持着理智 而且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车主非常有素质 与大妈对话时还用着尊称 为了避免这位大妈耍无奈 在打电话报警的同时 还全程录制了视频 可大妈见自己这样认错没有用 随即站起身来 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车主的衣服 然后用口水不断投摸划痕 可见这位大妈如此天真 竟妄想用这样的方式 就能把划痕抹掉 司机见大妈这样也很无奈 但他认为大妈的这种行为是素质问题 自己并没有招惹他 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他仍然坚持要报警处理 而且从头到尾一直保持着理智 可没想到的是 在车主的质问下 这位大妈竟语除惊灵 这位大妈见到奔驰司机不原谅自己 不仅下跪求饶 而且还抓住司机的衣服 另一只手不断用拓抹涂抹划痕 大声哭喊着自己没有钱赔 在车主的质问中 大妈竟说自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很难想象明明是享受生活的年龄 为啥闲得没事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难道是仇富心理 还是吃饱了撑的 值得撑赞的是奔驰车主的做法 自己的车被划得肯定很生气 但是从头到尾却一直保持着理智 既没有恶语相加 也没有过激的行为 而是将一切交给警方处理 合情合理 网友看到视频后 纷纷谴责老人的这种行为 被人发现后你跪地求饶 这要是没发现还不沾沾自喜 一句没钱赔就完事了吗 没钱为啥还有勇气去破坏人家东西 小编认为歧视人的好坏跟年龄没关系 相信大多数老人还是很善良的 人难免有闲着无聊的时候 但是无聊的时候别没事找事 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没人会替你的错误买单 那么大家认为是老人变坏了 还是坏人变老了呢